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同时在跟十四亿人的意愿在作对 这就是很简单的原因 孙中山为什么不搞港独 孙中山要搞全中国的民主 所以我还是勉励香港的青年 台湾的青年 不要去搞独立 今天在搞独立的时候就像一个身体里面的器官 你非要把它切除 但是你在切除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器官所造成的伤害 远远大于你的治愈的能力 我还是以这一点来更加勉励 那个我的时间到几点钟 我忘记了 有没有紧张 差不多也可以 可以 互动也可以 另外 十八分钟 昨天我也听到一些言论 是关于台湾的 我讲老实话 我觉得台湾有些学者 他们到处都宣称 他是中立的学者 他是非常正直的学者 可是从他多次的言论听起来 他们几乎在我们民运会议当中 每一次的言论 都非常符合台独学者的主张 而且是台独学者当中主张的 领头的主张 然后这些台独学者 这些学者在台湾既是出名的学者 他在台独主张当中 他就不可能是一个跟随者 他很可能是一个提倡者 甚至是一个创造者 可是在他们的言论当中 常常我发现很奇怪的逻辑 昨天李友谈教授讲说 台湾人民有主张独立的自由 因为两大国际人权公约 允许人民有民族自权的权利 所以他讲到 所以他在讲到独立的时候 他替独立建立的正当性 主张独立的正当性 就是我有主张的自由 回头来讲 他说那些台湾主张统一的人 你们是没有资格主张统一的 因为中共是专制的政权 你要跟他统一 你就是邪恶的 你就不尊重人民的自由 你才会跟中共要统一 所以讲到统一的时候 对于统一的主张 他讲的不是自由 而是你的正当性 你的正当性不足 所以我们看 当他提独立的时候 他是讲自由 当他讲统一的时候 他讲的其实不是自由 而是正当性 这就像我今天有两个人 A和B 两个人都是干了 很缺德的事情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违法 然后你的评论是 A 虽然他做的事情 很多人不满意 可是他没有违法 他没有违法 可是谈到B的时候 你说虽然他没有违法 虽然没有违法 可是这个人坏透了 真是不要脸 两个人其实都是很坏 但是都没有违法 可是你对他们的评论 非常奇妙 这个人是虽然有人反对他 可是他没有违法 这个人是虽然他没有违法 可是简直坏透了 这个人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学者 很多的伟大的学者 创造的逻辑 我们来看 如果台湾人有独立的 选择独立的自由 台湾有没有人 有主张统一的自由 当然有 这才是自由 对不对 至于你说台湾的 主张统一的人 没有正当性 对不起 我就是台湾被认为 打为统派的 我也自认 我就是统派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我们要去跟中国大陆的 共产党统一 我们台湾主张要跟中国共产党统一 在现在就急着要统一的 在全台湾 别说百分之五 百分之三我都怀疑 你看看那个 张安乐所带领的那个统促党 在大选当中只得了五万票 我们这些人主张的 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从来就是国父孙中山的信徒 我从来没有讲过说 我们要跟今天的 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去统一 请问你讲统一的时候 你谴责统一的正当性 你把我们统派的人 全部都打成说 要跟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 你在诬蔑我们 你在诬蔑我们 话说回来 如果统一没有正当性的话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主张根本就不是 跟中国共产党统一 我们所主张的 跟中国大陆统一的条件 首要条件 中国大陆民主化 不但你要民主化以后 等到民主化以后 还要看两岸的各方面的经济 各方面的条件 是不是适合统一 还要经过长期的规划和发展 但是你的民主是一个先决条件 你没有民主以前 我根本不可能跟你谈统一的事情 回来看独立 李教授讲说 台湾独立是有自由的 但是我要请问你 当你质疑统一的正当性的时候 台湾的独立有正当性吗 昨天李教授讲说 这个蔡英文的主张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等于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要捍卫蔡英文政权 我跟大家讲 我这一次的演讲 是我多年来在各个场合演讲当中 很差的一次 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 我的讲题是在前天晚上 才临时传给王代的 我为什么没有准备 我明白告诉大家 我天天在台湾跟蔡英文政府打仗 我跟香港的年轻人 我昨天呼吁你们准备战斗 我不是叫你们去打警察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专制政权来讲的话 你不突破体制的 跟他干 你怎么可能拿到任何的机会 你的抗争 如果你完全在体制内抗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讲到什么 你就是要在体制边缘 突破体制的跟他干 我们没有资格要香港年轻人 做出什么了不起的牺牲 我们没有资格这样要求你们 但是我也要说一件事情 在历史上大变革 没有人牺牲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在去年九月当中蔡英文上台三四个月以后 我在台湾跟一些朋友 成立了一个主持叫蓝天行动联盟 我们在半年中间蓝天行动联盟的人 超过十个人拿了法院的船票 我也拿了法院船票 我随时等待法院传唤我去受审 今天如果大家都不想牺牲 都不愿意牺牲 就像王丹一样 王丹蒋老实话 在人品在民运圈当中 早就已经抽不可闻 可是他在台湾来讲 一直很受民进党的青睐 民进党给他很多的支持 但最后王丹蒋了一句话 最近被赶出台湾了 他对民进党的人讲一句话 他说不愿意流血的 独立主张就是打嘴炮 这个人的人品我从来不敢恭维 但这句话是真话 当他讲真话 就被台湾民进党赶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呼吁香港青年 我自己不敢牺牲的话 我没有资格呼吁你们 我们南天行动联盟 十几个人拿警察局的船票 十几个人都手被刀片巨马割伤过 我手上割伤过 五公分的伤口 我被推倒在地的时候 几十个我们自己的同志 从我身上踩过去 突破的时候 就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 话说回来 蔡英文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吗 我讲老实话 民进党政府 他们在今天是看在姿态上是最反共的 可是他们所有的策略都是学习共产党的策略 当年就是批判国民党的不民主 所以他们掌政了 他们掌政了以后就跟共产党执政一样 他比国民党更不民主多少倍 蔡英文政府从上台以后到现在一年当中 声望从百分之六十八降到百分之十八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国家领袖 在一年内上任一年内声望跌掉百分之五十的 即使马英九在行政能力这么差 他的声望也是从在执政六年以后才跌到谷底 蔡英文上台以后这么多的法夹弯 我不懂大家知不知道法夹弯 什么叫法夹弯 法夹弯就是你过去的主张 跟你上台以后主张不一样 不但不一样 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们都知道民主政治有几个重大的原则 当然第一个原则很重要是选举 但除了选举以外 民主制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义 民主制度就是责任政治 我说老百姓我授权给你 你来执政可是你要对我负责的 你当初讲了什么话你今天要兑现 你当初讲的话今天上台以后全部不对线 你不负责任我就有资格推翻你 有细节的话我下面再讲 有其他时间再讲 但是我深深不以为支持蔡英文政府就叫做支持民主 我明白讲老实话在我们的心目中 打倒蔡英文政府才是真正的民主 因为他在搞专制 我们打倒他以后才能够把台湾恢复到真正的民主 最后我讲几句话就是 我期望大家一起专心来搞民主 不要在里面夹带着独立的思想主张来这边搞民主 你会分裂整个民运组织 我今天在这里讲清楚 2005年我去澳洲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当时就讲 因为我当时离开民运很 我从担任立法委员以后 担出民运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 等到我下任以后后来情绪邀请我去参加澳洲的会议 我一回到澳洲的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才发现那十年当中有非常大的转变 民运组织当中倾向台独的比例非常高 倾向民进党的比例非常高 很简单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陈水扁在执政 我在当时在会上讲一句话 有人要在民运组织当中搞台独 我们今天就分家 我就是中国人 我要搞的就是中国的民主 你要主张台独的话 那你去搞主张台独的民运 我要搞中国的民运 我们当时就分家 但是十年来 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局面 我再一次去说清楚 如果有人要在这里搞台独式的民主 那我们今天就分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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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